今天花姬兄弟帶大家來嘉義玩 不過呢不是要去阿里山 而是去阿里山的另外一邊 阿里山梅山鄉 這裡和去阿里山走的路是不一樣的 阿里山是從國道一號下去沿著阿里山公路走 要到圓潭自然生態園區 是要從竹崎交流道就要下來 還有要到瑞里也是走這裡 因為看到周子瑜今年過年就是來這裡 於是想來看看是有多美 沒想到沒有讓我失望 圓潭這裡不只風景美漂亮 空氣好梅花櫻花都盛開了 重點是圓潭自然生態園區不需要門票 園區步行來回一個小時很值得進來走走 水質超乾淨的 可能沒有像阿里山開發的那麼過度 這裡依然保持著自然的風貌 水裡有許多雨和蝌蚪 真的完全沒有被破壞 下次一定還要再來這裡玩 附近就有露營區 最好是來這裡玩兩天 好好享受森林域放鬆心情 也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我會介紹更多台灣特別的景點 continued cùng 有準備好可樂的 政府要請到省 har Socie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